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全世界89个国家所做的调查 台湾在照顾 健康照顾 拜全世界第一名 台湾了不起 台湾这么好的所在 中国说自由行没买来 现在说他们团客也没买来 为什么要这样呢 禁止 然后呢 如果这样 说这个金马奖 也不让他来 什么都禁 那么这样的禁 当然台湾也要找出生存的方法 所以叫我所谓现在要开放 第三方入境签证 同时那里东南亚的观光客 大量的成长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是一个禁 什么都禁的这个国家 说娱乐片也要禁 公斗剧也要禁 就怕人民看很奇怪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其实最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一架飞准在京门 去跟中国很大支的军军收容 那些军军说竟然 不然要开钉 把我们的货船 偷偷要扭 不知道要扭到哪里 不然让我们的小船 一千栋看得到 说什么搜 他到底在怕什么 中国三万顿的军舰 怕我们一千顿的海巡船 事情非常的非比寻常 今天值得讨论 那美国已经提升 香港的旅游警戒到第二级 澳洲呢 提升香港的旅游警戒到第一级 香港未来我看 真危急 那讲到香港 我们来看 这个比较亲中的国民党 现在有很多人去游说郭台铭 连张忠摩都出面了 连赞 马英九 没效 那么国民党的整合 到底该怎么办 今天绿党有做民调 如果要是PK 蓝绿PK 这个韩国瑜越调越多 越输越多 那怎么来看 韩国瑜他说我身体好得不好 为什么大家都说我身体不好 这个另外呢 是谈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 姚江林 国民党的中常委 姚江林说 郭台铭看到他那个中文 你看他敢不敢 会看得起那个战争吗 曾文培说 看起来都是私益政线联盟啊 这样子的台湾民众党 能成为气候吗 怎么看待柯文哲的党纲 跟他所谓的对外关系要误识 这样是要怎么做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迪伍仪 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郑运鹏政委员 大家好 另外的是台湾试湾大学 政研所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 大家好 另外邀请到的是 知识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以及也是知识媒体人 尚义夫 另外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李明贤 大家好 以及公民老师 黄毅忠 黄老师 大家好 那这个先 在进看这个VCR之前 今天有感受到地震吗 稍微看了 很稍微看了 哇 国民党吃财 现在我们团的 我是 我是叫我海到 感觉说怎么不停 越来越海越来 我有味 你们都没人味吗 我有啊 我整个拍到我太太的面前 不是要那样 我是怕 如果是落下来 我用我的肩膀 听着去 海不流行 我要你保护你太太 对啊 海到我会起来 我要你说一下 我怎么不敢说 我是带着棉被跑去浴缸 因为浴缸里面 也让它拨合 棉被上面扎下来 对啊 然后再来是 如果真的怎么样 被埋了 有水啊 不是 我很好奇你老婆躲哪里 你把你老婆 我老婆躲 那个床跟墙壁的缝 那个也可以躲 我躲门而出 躲门而出 对对 过去的经验躲门而出 都会压死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听说那个 如果地震很大 门会被 被 被挤压 门会打不开 出不来 对对对 但是通常 经验是说你跑下来 地震结束了 然后 真的啦 一点经验跟尝试跟大家报告 其实第一个当时 我到底没什么动 就是你要去判断一下说 第一要观察一下说 它的地震是左右晃的 还是上下 上下危险 这一次是左右 因为你的混凝土 跟你的那个 例如说 都振骨的 钢筋 它在扣的时候左右还好 上下拉 不太扭 那上下拉会造成 结构如果拉掉的话 就危险 那所以是左右晃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耐震 西数都算高 大家可以不用那么担心 OK 台北是四 最大是阵量在宜兰 是六 好 那么 这个香港 可能是九七以来 最危险的状况 不过呢 今天最新的讯息说 这个正有人 到福建 去招兵买马 一天五六千块的隔销 要带到香港来打人 那么 这个情况非常值得观察 好 那么 这个是 今天最新的讯息 美国国务院呢 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三下午 其实星期三下午 就是我们的昨天晚上 等于今天早上 提升了对香港的旅游警示 到第二级别 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旅游警示直接就点名 香港出现了内乱 那除了这个美国把它列为第二级之外 爱尔兰跟澳洲把它列为高度警戒 对香港的旅游警示到高度警戒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政委员 你怎么看香港 接下来会怎么样 其实香港最近今天早上 刚刚地震完 就刚好顺便看一下line上面 对 那就蛮多人 就是传从一个影片 就是说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震报车 他们就说那个是 那个中国的那个武警 或者说是解放军 要进去香港 那我直觉上是认为 应该是不至于 但是也可见的说 大家对这个全世界 尤其是台湾 对这个高度重视 跟觉得香港好像 在北京的镇压 那这个感觉 其实累积的 大概都说差不多两个月 对于七月中开始 其实那个不断扩大 而且是遍地开花 昨天大家 全世界的新闻 早上我看了一下 那个NHK啦 VBC啦这些 大概都有昨天 他们拿那个雷射笔 打野生在那边的画面 就变成它是 不只是创意 而且是遍地风火这种状况 所以香港这个状况 你说澳洲这几年 他们有开始推代理人士 他们对中国的警戒是很高的 所以慢慢慢慢 如果是要最高警戒的话 你就知道说 各国都有情资 因为第一时间 要通知他们在地的国人 要回来 所以那个警示是说 你现在先不要去 你如果说 跟他们叫 那个本国人回来的时候 那就大条了 但是我们的判断 包含我们接收到 政府中 国安单位的 这些情资单位的讯息 认为应该是不至于 因为你没办法控制 香港几百万的外国人 你也不能断通信讯号 所以他们还是尽量是用那种 威胁利用文攻武嚇的方式去处理 大概是这样 不过你去看说 大家以前在讲的香港 就是说至少 自由跟法治是有的 可是如果我们用 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 香港电影来看的话 现在的香港 几乎是回到以前那个 吴一探长雷洛跟古后宅 那个时代 所以这个 如果你一旦法治的信任垮掉 那香港整个这外国人 外国资金的信任就垮掉了 那这个对香港来说是 讲真的是基础上的 这叫动摇国本 动摇港本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香港就是说 他们的下一代 其实如果你从台湾的历史来看 民主发展历史来看 他们这代大学生 都直接跟你呛了 只是有时候 他们有一种穿那个 那个叫什么 防毒面具 那个叫那种衣服上去的 但是大家都会以 反抗现在的港府 跟那个中联办 跟中共统治 为他的职制 是 那这个我看香港 未来的二十年 大概会由这一代 慢慢的上来 已经不是什么反送中的 那个抽回 或不立法的问题了 他们慢慢的 不要说港独 至少他们不能够 来让中国 更进一步的 在法治上面 在其他的介入 我觉得这个意思是建立的 那郁仲 他们有说 他们的发言人出来说 香港的动乱 其实是 台湾跟美国 在后面弄 你看谣言很可怕 人家说谣言止于自责 可是这个世界上 就是智障太多 所以他们不会相信这件事情 我连我朋友们 都有人在传说 是不是民进党在后面介入 那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这件事情 我们在想 就是说 因为香港的警方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们想6月的时候 第一次有100万人上街头 后来中间 因为他们去包围那个立法会 警察用那个枪打人 所以到了下一次 就200万人上街头 所以后来到了7月初的时候 香港警方是采取比较柔性的态度 就是说 他们过去是比较强力镇压 然后到7月1号 他们又上街头 那时候香港警方比较温柔 可是也还是没有办法去遏止这件事情 后来到了7月21号 他们想了一个新的法子 就是既然警方不方便出手 不然就找黑道 所以在元朗那一天 就是白衣人 然后有人说背后可能是4K这些黑道 然后打 那个当着画面打在 那个镜头都被拍得一清二楚 然后散播到全世界去 所以搞得后来隔天林郑月也道歉 就是黑道打人太难看嘛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我们讲那个福建邦要开始那个 因为他们前两天也去打嘛 就打输啦 怕输人啦 福建邦输喔 很小 就要去港岛北角那边打 输给抗议人 对啦 因为抗议的人已经知道说 他们这些白衣人会突然 就是因为上一次元朗是被突袭 就是他们已经抗议完 然后坐地铁回去元朗 元朗很远了 那已经是离市区非常远的地方 所以在那边被截击 所以被那些白衣人 整个白衣人截击 那这一次的情况是 这边是在抗议的地方 然后这些黑道以为说他们可以 如法炮制 结果没想到人家 这些年轻人 人人也多嘛 就是怕输更小 所以现在等于输出民族情绪 就是说福建人不能打输香港人 所以老人说我们要再一次打 所以就是变成是 整个香港现在就变成 情况变得有点混乱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台湾政治人物 不要在这个时候说三道四 有一个韩国语嘛 你说这有什么 下西下前 这种东西你的讲法跟林正月 跟香港中年办 跟国台办法也能讲得一模一样的时候 你说难怪台湾年轻人看不起你 难怪台湾年轻人不支持你 结果有些事情要自己想 就是韩国一定想起来 我到底哪里得罪这些年轻朋友 为什么年轻人在台湾的支持度 顶多不到10% 你跟这种话 你跟人家一个调的时候 你要台湾年轻人怎么支持你 是是是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最新的 有一个叫做CEO Ward 这个叫做世界执行长杂志 然后他调查了89个国家 2019年 这个 这个叫做健康照护指数 然后这个是基础设施 我们的健康照护指数是78.72分 是台湾世界第一名 第二名是南韩 第三名日本 第四名奥地利 第五名丹麦 第六名泰国 第七名西班牙 第八名法国 第九名比利时 第十名澳洲 诶 五十几 我们这么好 我们的医疗体系本来就是全球有名的 我们的健保制度是全球数一数二 那怎么不让他们自由行过来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 中国都会用这些方法 可是有的时候是暗地里 直接慢慢的调整 那个水龙头的开关法 有的时候他会大张旗鼓 像这一次他就大张旗鼓 弄一个公告声明 我就是直接要关了 那所以其实对于台湾政府来说 本来就会 就已经有这些因应的方案 那但是就是说 中国每一次都用同样的手法 希望可以用经济来围攻政治 在政治上面逼你就犯 但是那个效果 其实是越来越递减 那我也不明白说 他直接切断 他不只是切断了观光客 他也切断了艺术金马奖 他能断的通通都断了 这件事情并没有办法使得台湾 会真的害怕 然后反馈在政治上面 给你中国利益 就是事实证明他已经不行 更何况 台湾也不是被你吓大的 就是说 这样是会修理在蔡英文 还是修理到韩国瑜 所以韩国瑜很紧张啊 韩国瑜不是就立刻撇清跳出来说 台湾又不是都是民进党 台湾又不要把全部的台湾人 都当做民进党 也就是说我们是同一边的 我们是同一国的 你要教训人教训他 你教训他就好 我们是自己人啊 不要教训到我 所以那个立场的位置 相对位置 就会让台湾人 就会让特别是年轻人很有感嘛 就看人家 原来你韩国瑜讲话的时候 都代表了你跟我们不是自己人嘛 然后你觉得香港是一个动乱嘛 你为什么不用抗暴 你如果用抗暴的话 年轻人搞不好 有咬子哦 你不一样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中国想方设法 想要在政治上面获利 然后我觉得那个效果是递减 譬如说我要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台南市政府 他们就推出自由国家自由性 观光的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 我们不会去限制国人旅行的自由 也欢迎全世界相同的自由国家 不受到政府限制行动的这些国家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台湾自由性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动人的啊 就是有号召 这也难怪为什么日本人 会在这个网路上面串联 哎呦 中国锁起来了 47省都不可以来 是时候到台湾了 那为什么这些自由国家 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因为我们就都是自由国家 韩国瑜说台湾锁岛你有看到吗 有看到 奇怪他不骂中国锁岛 竟然骂台湾锁岛 真正应该抗议的是中国人啊 中国人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自由旅行的自由 为什么 明天竟然自由行要出发呢 结果今天说 把他抖起来说不行 对 对啊 所以真正该生气的是中国人 那结果没有想到 韩国瑜回过头来 还要骂我们自己锁岛 锁岛 他的为 国 对啊 他不敢讲锁国 锁岛喔 所以他的立场上跟用语上 其实都跟中国态度一致 我觉得那个是让人反感的地方 那另外是移民署说 去年东南亚地区 人民来台湾是242万人次 比106年增加了13.8% 占来台湾旅客人数比例21.89 人数还有他的比例都双创历史新高 那这个21.89也是98年连续9年呈现增加 这个入出境 入出境的人数97年是2459万 然后呢 到107年是5526万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年我们入出境有5526万 我们是锁岛跟锁国 我觉得台湾绝对不是锁岛啦 因为台湾的经济跟出国观光的人数 都很多嘛 进出口 进出口怎么都很多啦 当然 蔡英文政府一直要把我们的经济市场 跟来的来的观光客要 客源 或是我们的市场要扩散嘛 不要太过于集中嘛 所以说锁岛我觉得 这个用词似乎并不是那么正确啦 也事实上也没有锁岛啦 现在是哪一个要出国有给你锁起来啦 没有我们出国你只要不是有限制居住啦 或是欠税超过多少钱以上等等 没有 就是要去换多花 不可以让你换啦 都可以啊 对吗 你要换人民币就可以换啦 还有什么这么多的限制啦 你包括出国投资 你只要不是去敏感 比如说去大陆干什么的话 基本上你出外的投资 基本上核准的比例都高嘛 你只要不是有敏感性的资金进来 大概核准也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嘛 所以基本上锁岛 那这个用词是对哪一个地方来说呢 对美国我没有锁岛嘛 没有吧 可能它的用词 光客的消费能力 嗯 台湾的消 光光客的消费能力是很高的很足够的 鎖的是他们不让我 不让他们的观光客来 对啊 所以我们哪有什么锁岛的问题 那应该去骂中国在锁 不是我们在锁啊 其实韩国瑜的讲法跟柯文哲是 连贯逻辑啦 对 何柯文哲就说你不要抓人嘛 他就不跟你抓人 不要抓人 你就不跟你抓人嘛 柯文哲的逻辑是这样嘛 那抓他的结果就是韩国瑜说的嘛 你就够索 你是被锁啦 我们哪有惹他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讲法是这样的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嘛 那只是韩国瑜没有讲那么多 那因为他的逻辑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说 他的逻辑没有错好 他担他说 他够是这样 但是其实韩阵营很多人逻辑是这样 他就认为 中国对台湾的任何的施压跟打压 都是台湾的错 其实很多国民党的逻辑是这样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看 因为中国什么都禁 禁止自由行来台湾 禁止这个团客来台湾 禁止金马奖来台湾 然后现在说要禁娱乐剧 为什么娱乐剧要禁啊 让人民五六这样不好吗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欢迎你台湾搭乘国航包机暖箱过年 曾接受包机两岸直飞 山东航空今年7月才开航 像花莲济南航线和台中青岛航线 但开航不到两个月突然喊咖 限缩路客来台手段一波接一波 但政府也有对策 36亿预算推秋冬奖励旅游 但现在还要沿你开放路客 从第三方入境免签 因为路客也有一些有出国旅游 到达这些比较先进国家的旅客 我们只是也一并研议 那这个当然也必须要 会同我们的国安单位 入出境的这些机关大家的研究 依照程序路客必须持别国签证 先到第三方国家 例如邻近的泰国 福利宾等 再飞来台湾 将提供入境免签 但入境护照盖章就会留下记录 专家建议 除了第三方入境 还得加上这一招 一定会在护照上面做个注记 那让客人有这种疑虑 担心回去会有风险的话 我们会建议我国在研拟政策上面 可以采用像是电子签 或者是落地签 既可以省到这个 我们进到我们审查的义务 也能够避免客人回去 有被清算的风险 这也不是第一回 2012年到2008年 就曾实施过提供 路客第三方免签台台自由行 这都带来一年十万旅游人士 但是或许这样子 可能会吸引更多 真正想要来台湾旅游的旅客 让他们做更深度的旅游 其实这样子的话 可以增进台湾 就是会拥有更优质的旅客 所以这样势必也是会 提高他们本身的条件 业者对于路客第三方面 迁入境保持乐观 面对中国接连打压 政府见招才招 这是8月1号的新闻 这个月8月1号 中国广电总局电视剧 电视剧司日前下发 关于做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电视剧 展播工作的通知 部署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电视剧 展播工作 临选了86部剧目 供全国各级电视台 尤其是各省级卫视 从8月起选购播出 通知要求在展播期间 不得播出娱乐性较强的 古装剧偶像剧 确保播出剧目 与宣传其整体氛围相协调 这有意思 这有意思 娱乐的不行 那要播什么呢 要播爱国剧 像可爱的中国 人民总理周恩来 外交风云 我在北京等你 我爱你祖国 等这个作品 古装剧偶像剧 全面填播 方老师 你对这个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共产党 他们这种思维逻辑 其实我们很难 很难想象的 就是说 照理你来讲 国庆应该是很欢乐的事情 对 你爱看什么节目 就看什么节目 就国庆给人民带来的是痛苦 因为这些片子都是样板片 当然老八股的片 爱国电影 你说年轻人怎么爱看 所以原本应该是个快快乐乐的 全民同欢的国庆 只有搞得老百姓生不如死 就觉得看到那个电视剧很痛苦 而且其实现在你也达不到效果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 他可以上网去看他想看的 他也不会在家里看电视台 所以说你做这个东西的目的 你的手段跟目的是很奇怪的 你既达不到你的目的 但是事实上呢 你又让人民很痛苦 那这个政权是一个很奇怪的政权 我们再来讲 你应该是要照顾你的爱民如子 让你的人民 因为你这个政权而获得快乐 就完全没有 就像说 所以他的左眼点完全不在于说 你老百姓喜不喜欢 因为你也没有投票权 我只是用这个方式 第一个 我共产党我觉得安心 因为我好像已经做到了 滴水不漏了 你们是被我所控制的 第二个 我要你看什么 你就得看 让他有安全感 就像说 陆克7月2 7月31号说 陆克不能来台湾自由行 这种集体的控制 集体 所以共产党也在用这种方式来测试 我是不是真的能完全控制 诶 果然 我说你不能去 你就不得去 所以 这是一个很变态的行为 那如果台湾把自由行封起来说 你不能处理 那是不可能 就像说 这不可能 那有不可能 所以说你看这个 但是问题是 这个政权的人民 我们就要 也犯了一个叫做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就是 他明明是被打压的 可是他 他不但习惯 而且他认为 很正常啊 就是说 他中国人民 当他去旅行社 旅社告诉说 你不能去台湾了 你缴的钱 我不会还给你 他就摸摸鼻子 回家了 他也很自然 对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好抗议的 就变成这个国家的政府 跟这个人民 他们就是相互的在 完成了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统治模式 那刚才我们 我们现在整个台湾 晚上10点开始播 人民的总统 蒋介石 这样好 对 但是台湾因为你有太多频道 100多频道可以选择 所以你不会 就算你一台两台播 也影响不大 它是全面性的 那另外就是说 它很多东西是矛盾的 例如说 你今天习近平讲 兩岸一家亲 兩岸要交流 那你陆客不来 其实陆客不来 是无法达到交流的 如果你今天中国 你很有自信 你就来啊 来台湾宣扬 我的祖国罗里代啊 你为什么反而把这个交流的门关起来 然后你看他今天 他为了要抵制金马奖 中国有个金鸡奖 他金鸡奖今年的日期 刚好跟金马奖同一天 他其实就是 故意 就是故意的嘛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 我祖国我的电影很棒 那你来台湾 你可以尽量宣传啊 那为什么你都不敢来 就表示说他已经没有自信了 所以那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这样讲 可能会引发台湾演员 导演员或者获奖者 更强烈的反应嘛 去年为什么 因为去年有一位导演叫傅瑜 他当上台的时候讲说 他说希望我们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 可以被当成独立的国家来对待 这是我们台湾人最大的愿望 哇一讲完全场欢声雷动 对 所以也因为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后来中国的这些 这个图门才会讲说 我来中国台湾 但我觉得这个 当然有点对来对去 但这也没什么不好嘛 台湾人表达台湾的立场嘛 你中国也表达中国的立场 可是你看到 当傅瑜讲完这句话之后 当天来台湾的 就是同一个场面 他讲完没有几分钟 来台湾的 参加金马奖的中国演员 包括像邓超 周旭 孙力 胡歌 立刻立刻在他的微博 表达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他们就互相提醒 我们这个时候要赶快表态 那不然我们就会被人家 怎么样 被人家回去 我就说上次我上个月 我去一个 我们陆委会办的一个活动 就是有关于陆生 他们来台湾 我去那边演讲 很多是陆生 全部都陆生 一半就三分之后 是陆生 我只是power point 我其实我没有意识到 触怒到他们 我放了一个照片是 习近平穿了一个皇帝的帽子 那个是time 还是一个国外媒体 实在达是 可以把他苦手的 而且那个不是我自己弄的 我是引用国外的媒体 中国不得了 所有学生全部都要举手 然后表达他们这个热爱祖国的那个情怀 然后说 范老师你讲的不对 这个我 因为我讲的是 我还讲的那个阿里 那个中国那个手机 华为 有一个人就在前说 范小舟 你不是懂这一行的 我是学电子的 华为绝对不会倒 华为这个我们完全 可以完全自治 那另外一个女生也站起来讲 我们习总书记多了不起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他忽然强调这一点 我就说同学 你是你个人意见 你不用告诉我 在台湾哪个学生 不是个人意见 我说你这个叫 此地无垠三百两 因为你是叫表公 你是要回去 怕被学校的 这个 对你要证明 我有替国家讲话 可是现场会有 会有记录吗 对所以 彼此会 后来我发现很可怕 彼此互相监控 直接 对 对 我们因为他们回去之后 我可以打你的小报告 你可以打我的小报告 那天没有发言 或那天发言不够强劲 不够辣 那就表示你同情态度 所以这种已经被人 所以我刚刚讲过 为什么周旭 为什么邓超 为什么孙力 他们要赶快播 要赶快点中国一个点 都不能少 我如果太晚了 晚了三分钟 那不得了 邓超已经发了 我周旭还在那边划手机 不行 要赶快赶快 要跟上 跟上队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现场就说 我支持 支持习大大 做党 做主席 国家主席 做到死 然后死了以后再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高端黑 这叫低级红 什么叫低级红 就是你感觉你在赞美他 可是太低级了 太低级了 这个要被剪 要被剪 现在有两种 一个叫高端黑 一个叫低级红 高端黑是 我这个 我 我黑你 但是我假装做一个好事 而害你 反串 那什么叫高级红 高级红就是 故意把你说得很好 很好 红嘛 把你说得很棒 其实是否刺你 不是 那就不是红了 我现在讲 你刚刚讲我那个是低级红 低级红 那有没有高级红 没有没有 叫高级黑 是啊 就是中共他们现在就是 習近平就是很怕 就是大家一个是低级红 一个是高级黑 来哦 跟这个有看电视的观众朋友 恭喜哦 以后统一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民总理周恩来 可以看到 我爱你祖国 来来来 那明显就我请教你哦 你这事我感觉这个事很严肃 就是 就是我们的费轮在金盟 去撞到 因为他没关系嘛 撞到中国三万档的军钢 结果竟然把我们的费轮 要拖回到中国 结果去到我们的 一千多吨的这个小军舰发现 这样而已 结果说已经算了 不然我认识 你觉得这是什么事情 对 小龙的地方 看弟弟的对吧 是公海 公海 公海 这本来 海难 小龙都有 他的处置的原则 说双方怎么去协调 原位置怎么去协调 属于这 你形式上 还是说双方有什么机制去做协调 我说如果是这样 因为 撞到 那是说 造势责任 造势责任对风 不然 他就给你费了 小龙的渔船至少 民事上赔偿要吧 我们是不是要争取民事赔偿 渔船也没有损害 当然 不然 造势责任 我们现在不知道 是我们的霍伦 还是中国的冠冠 对 这要鉴定啊 对 所以应该有阿伯阿伯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从媒体得到片段资讯 因为我对全貌我也不是很了解 媒体得到的讯息是这样 这艘船 可能是仅次于辽宁号的一个盾位的一个军舰 三万多盾 辽宁号好像是六万盾 可能有相对的一定的军事机密 所以他就行走 是不是我从媒体得到的讯息是这样子 所以他接近金门说 第一个他我不认为这是勤搜 因为勤搜可能是要比较小的那一种 譬如说科研船那一种 勤搜或什么海研船那一种 来勤搜比较有可能 或者铁壳船 金门我们外导大概是这样 如果比较大的话 可能说他在巡航过程中 是说他在执行任务 在演习过程中 譬如然插撞或不小心插撞是什么样 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况 确实第一个说 大陆是不是说海军相对的 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第二个 类似这种情况 未来在外岛 或者说在两岸的海运 这个可能很密集 这未来怎么去避免 第三个我刚刚讲一下那个 就是说在大陆影视控管这一个 因为像我 我的身份 我是可以去大陆 因为民党可能 他明代去大陆比较不方便 我记得就是这样 譬如说我去上海 或其他的城市 他们现在有类似像天眼这样 就说你在马路上 你车厚白停 他们是人等车可以 车等人不行 车过 你如果停太久 三秒钟或十秒钟 马上就被开单了 而且不是人开单 什么意思 就说他有那种监控系统 他说你路边停车 就说车子 人等人 人等车 人在路边等车 过去上车没问题 那如果车停在路边 然后等人上车 那不行 就开拔单了 开拔单是直接说 用那种系统进去开拔单 所以这就变成两种反应 有人说这很方便 维持着交通资讯 另外有人说这不行 这有那个什么隐私权的问题 所以大陆内部现在自己 有面临到现在控管的问题 有人认为说 这样对秩序维持有帮助 有人认为说 这侵犯到我的隐私权 我认为大陆 现在有像进行台湾这样 就是台湾你们看车子 这样布袋银台银 有一阵子也被禁 我印象中 所以大陆现在对一些戏剧 我认为不必要 是真的啦 不是印象中啦 以前连哆啦A MOA都不能演 因为里面都是日本合室的房间 你都会想到日本没人 那太车子我不知道 我评我印象中 所以我认为大陆现在 他禁这些戏剧 我觉得莫名其妙 只是说 他们可能认为政治理由要禁 可是民众的吸收 民众YouTube这些都看得到 甚至爱奇艺这些都看得到 我觉得大陆的统治阶层 不是真的很了解民众的需求 他们认为说 我有维稳的需求 我在我宗教上要控制 隐居上要控制 甚至其他的生活要控制 可是这些都基于维稳的需求 可是你看 台湾就是大陆最好接近 台湾慢慢走向现在开放 所以台湾逼平 为什麽一个政权 恐惧到什麽都要控制 他们可能 我跟他们接触的一些想法 他们认为大陆人口大 服务院也大 甚至 其实我也不要忽视一个 大陆慢慢有一些是海龜派的 他们有些领导阶层 甚至地方的一些领导阶层 是国外留学回来 他们想法其实比较西方 比较先进 他们认为说民主化慢慢逐步进行 我认为大陆其实民主化 二三十年后是有机会 跟台湾差不多 但是你说现在要立即民主 像台湾有得到选去 那总统有得到选 我觉得现在太早了 这样齁 我再请教一下 为什麽那些中国三万多州的冠冠 看到我们一千州要快选 我觉得以他前面跟后面的动作来看的话 都是要避免扩大冲突而且被收政 其他的小船也都一起来了 一起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但是因为他这个状况 那为什麽他在那里 因为被撞到是因为他都没有显示他的那个 所以我觉得大概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以媒体上 吨位如果是对的话 那他有可能是一个秘密任务 或者他也不想公开这艘船的状况 因为之前的辽宁号被拍到的那些状况 包含在维修包含在制造的时候 很多大家都认为是中共故意放的 美国知道我们很厉害 叫共船 那这个军舰有可能是那个系列里面的军事机密 所以他连那一艘撞到的 他也不跟你收拾他就带回去了 他要要求到所有的都灭证了之后 那会不会放人也不知道 他说你来了之后会扩大 扩大你弄到海巡单位都来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再制造更大的冲突 所以要收起来 这第一个我觉得 他的军事机密的可能性 那第二个也有可能说 他这个任务说不定有些问题 那问题可能是国际问题 因为最近如果你去看国际新闻的话 包含中国会让很多 美国一直在抓 他去违反禁运跟禁售 对于北韩跟对伊朗 有的是民间的 有的是中国官方的 那说不定他也有这个任务 所以你一旦闹上台面 对他也照不住 所以他就只能当下决定说 他没有撤到这里 你的人带回去 我们也带回去 各自带开 他不能让你有进一步的动作 让他去台面化 我觉得这个 大概我判断是有这两个可能 那但是也看得出来是说 第一个他 他的这些军事动作跟盾位 海军的盾位是越来越高 三万几岛 再来是说他有很多 我们 他不愿意公开的 那也很接近我们的海域了 大概有这几个迹象可以看得出来 那以后我们派出都是货船 我去跟他们看看 不小心会撞到 说明他那个很多 每个人去插暗礁 富朗斯你觉得这后边有什么好看的吗 我们不知道 这个有几个让大家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因为基本上来讲 两艘船要碰撞在一起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有很简单的事情 对 另外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 你中国的这个军船 你自己也有雷达 你应该也会发现到台湾的船 就是有一艘获夺 因为台湾的船不可能逆中 台湾船它还是会有讯号 难道中国的那个船的雷达有问题吗 征收不到吗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就大了 你这么先进的船 你的雷达竟然征收不到旁边的船 你自己要隐匿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 那台湾的船可能没有看到它 因为台湾的船可能它不是军事用途 所以它可能没有那么灵敏的雷达 可能抓不到你 可是你中国为什么你没有看到台湾那艘船 它不是一般的渔船 或者是什么小的庄 它也是一个货船 所以这就出现 我觉得中国到后来的反应也很奇怪 它本来是要台湾的船跟它到厦门去 意思是说它要鉴定这个船损 就后来我们的海巡来 它就跑掉了 它就说 这其实是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那个海巡船也很小 你真的要跟它对抗也并不是很容易 但是它就是不希望 第一个它最不希望是我们的海巡登舰 去了解 因为我们可能要了解你的这个过程 你的记录 我们海巡署登上中国的战舰这有趣 所以它就是赶快先 赶快先跑 好 那等一下回来 谈到中国 因为这个韩国瑜 他比较亲中的韩国瑜 那这个现在也要劝郭台铭 哇 现在出动很多人都没办法 连接触到郭台铭都没有办法 整合似乎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那另外韩国瑜的民调似乎也越来越掉 等一下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 今晚到 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 那今天这个有最新的民调 那最新的民调是小英跟韩国瑜越拉越开 为什么韩国瑜会一直掉呢 为什么他好像一直都没有起来呢 韩国瑜已经找了很多人 要去这个 撮合 跟郭台铭见面 什么张忠谋也出来了 马英九也出来了 郝龙斌也出来了 没效就没效 那是不是代表国民党分裂 形势已成 那如果分裂 郭台铭跟 王金平跟柯文哲 到底结盟的状态如何 但是要跟柯文哲 他真的招牌 他起来吗 等一下 我们都会来讨论 那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包括民进党立委 郑运鹏委员 台湾师范大学政研所教授 范世平老师 自身的媒体人王时期 也是媒体人尚义夫 另外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以及公民老师 黄义宗黄老师 好 那么 现在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 韩国瑜其实是非常忧虑 蓝眼会分裂 来 我们来看位置 因为平常都会陪着员工 就是喝 泡茶喝酒跳舞聊天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哇 我们的副委会主委 超能够体名所苦的这样 然后结果那个公司 会做得不太好 大家就说我们要换CEO 结果大家就说 我们要推我们的副委会主委 做CEO这样 暗酸韩国瑜的能力 只能当副委会的主委 郭台铭阵营不只打韩国瑜 还炮打党中央 真心也是换了不少的闭门羹 比较吃多一点闭门羹的 其实是郭董事长 耐忧外患 逼得党主席不敦意冒冷汗 在中场会上 赶快呼吁大家 抢口要对外 韩国瑜是本党提名的总统 一定要全力帮助他 如果有人讲负面的话 要帮他执亲 帮他更正 谁说韩国瑜的负面 难道说的是脸胜文 脸胜文脸书开爆 他认识很多人支持郭董 这些所谓的经纪兰 支持兰选民 到现在还不愿意挺韩市长 这段话彻底分裂了蓝音 李莱希发文反击 会说出经济兰或知识兰 这种话的人 背景都是权贵的第二代 是权贵兰 这当国民党因为 还过于分裂成两边 这时候又出现 想跟党外势力合作的第三边 韩国瑜联系不上郭台铭 王金平说上八个字 要韩国瑜继续加油 京城所至金石为开 所以他应该尽力努力 那或许就是说 京城所至 其实金石是不一定为开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现在吴主席说要党全力 幫吴主席党政策 蓝音分裂也很不孝 金一兰 姬成兰 还出现了合作派危机重重 好 刚刚大家看到新闻 已经看到 连战也出面了 马英九也拜托了 郝隆斌也比较多 也拜托台积电的 张中某的太太张淑芬 张淑芬说 郭台铭是亲家 那没有办法 明先生 为什么有机会 跟郭台铭有机会 可以跟柯文做下定位 不能跟韩国瑜下定位 代表整合的难度 从初选之后到现在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嘛 所以要尽 洪荒之力 尽量去整合 所以包括 现在也只有跟习近平有办法 没有啦 不可以这样说啦 要说我们亲众也不一定对 你比如说 旅客那 自由行卖来 是修理到民党 还是修理到国民党 就政治效应来说 国民党也认为靠分啊 所以民党也认为靠分啊 所以民党也认为靠分啊 这就是这样说的 过去 过去很多 都这样 只要台独修理 台独修理台湾 谁加分 民党就加分啊 我觉得 民党这样可能漏掉一段 是说 你们国民党 大多数的人 选择的态度 是骂 那个台湾骂民进党 而不是骂中国 所以你们才会扣分 玉门你不要陷 他在转移话题 你不要跟着他 那是 我对民党最好了 那是主持人说 习近平的 我说这个 不是 我为什么说 只有习近平有办法 因为习近平掌控 譬如说 他不是最近广州 说要卖那个面板厂吗 要卖88亿美金吗 说实在 要让他好买 要让他拍买 习近平我就决定嘛 整合现在有两个 关键的人士 第一个 郭台铭 第二个 王金兵院长 那郭台铭 从出国之后 回来 也密集见了一些人 那 跟柯文哲 到底有没有见面 双方目前都否认嘛 那故弄玄虚 当然媒体 言之早早说 有见面了 那至少 至少柯文哲 成立 那个 创党大会的时候 那个 郭台铭的发言人 Amanda有去嘛 那代表是一个善意动作嘛 我知道双方有一定的默契 有啦 所以郭台铭要整合很难啦 那他也见了一些媒体人 甚至 其实他回国这段期间 跟党内的 某一个高层也通上电话啦 那我们得知道的讯息是这样子啦 就说 大家要劝他啦 因为国财民是这样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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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起来就说 怎么跟你硬啦 就是气氛还在嘛 那你说要让他宣布 你觉得他硬什么 那...两个嘛 第一个他认为说 初选的整个制度 是对他来讲啦 至少对他而言啦 他算输了嘛 对他来讲 他当然认为相对不公平啦 对党中央来讲 党中央认为初选办的是最公平的 我觉得这是角色问题啦 所以... 我觉得他已经蔡旺旺了 嗯... 这也是其中 我...我这样表达 他现在听到蔡衍民是跳起来骂 听到吴敦艺术坐着骂 差别在这里而已 他确实... 我... 你哪知道 那这个差别在这里而已 他讲的比较夸张啦 可是跟事实其实差不多 我夸张你又说跟事实总表 他讲的是夸张的词 郭台铭确实对某一个集团老板有意见啦 那对党中央也很多怨言 所以大家劝他说 你不要现在就做决定啦 你缓一点再做决定啦 就说你要做什么决定 你晚一点嘛 你拖到八月底 或九月上旬再做决定啦 你要算不可以算 你到时候再做决定 不要立即做决定 他也听进去了啦 大家给他分析说 你就要算不贏嘛 你不贏的前提在下 你为什么要算 就变成说 你破坏国民党团队 不贏啦 不贏啦 现有的环境你怎么贏 郭台铭如果没有你看 我看刘悠彤也你看喔 对啊 没有啦 我说大家把他分析的 他记得人 把他分析的啦 我是给他转述给他们听 这些人包括资深媒体人 包括他建国人 跟他分析 然后 我认为郭董他是 他是一个 过去一个成功的企业人士嘛 他做了很多重大决定 譬如说 红海并购书 那些都整十个 整次都在并购的 很多幕僚给他分析 做成拍板定案就是他啦 到目前为止打工啊 延迟招打工啊 郭台铭百分之一百选 有时候他不会选 可是我认为还没做最后决定 可能到八月底或九月初最后决定 那这郭台铭的部分 那至于说王金平院长的部分 他也是我们媒体很尊敬的前辈嘛 至于说王院长到底能不能接受整合 这部分的内幕详情 当然义坡哥最清楚啊 这不问他那不问谁 那为什么会最清楚 对啊我为什么说我最清楚你国民党的 你看谁啊 他比他熟悉啦 不过再做整合 如果国民党不做整合 这场选战不好打 即使做了整合 跟 因为目前民调来讲 跟蔡英文总统大概打平 甚至很多媒体 民调韩国瑜都还小输给蔡英文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是蛮坚困 我现在把统计一下 藍绿韩国瑜是都输喔 输蔡英文 我们里面有一些是略微领先啦 那至少说局面对我们来讲 没有那么说 像这个官方 投的一定贏 没这么简单啦 是是是 那请教一下义富兄 那王院长是今天参选到底吗 这样讲喔 呃 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 韩国瑜去各国采购的时候 我们常用一个名词叫MOU 备忘录 现在三方和谈 就有点像备忘录 结果大家意象书都表达 但是问题 你要签完约才算数啊 那 哦 现在是意象书 意象书就是说 合作不是大问题嘛 大家都有机会合作 这叫 意象表达嘛 签了被 大家就好像一个备忘录 但是等你真正做下来要欠契约的时候 就要谈谁选 嗯 那呃 选的人确定以后 那另外两个人扮演什么角色 什么 然后各自可以提供什么利益 各自什么东西 嗯 这都要谈耶 所以 你说我说现阶段 当然三方交叉见面的时候 基本上 合作 不是个大问题 嗯 意象就是MOU 嗯 但是 怎么合作 实际上大家要把条件拿出来谈的时候 不一定谈得聋 现在有那个 有那个意象 要做 对对对对对 就是备忘录嘛 但是 那细节不说 还没说 没有没有 不可能说我跟你见面两个小时 未来 未来怎么推谁 怎么弄怎么弄 怎么可能两个小时就谈完呢 嗯嗯 而且大家是交错谈 你知道 郭台铭跟王 郭台铭跟柯 所以王院长说你参选到底 这个事情要怎么解读 当然他在跟郭跟柯见面的时候 分辨见面的时候 也有表达类似的说法 嗯 当然 现阶段大家都会这么说 嗯 但是我所听的是 郭跟王之间的关系 其实大家都没有去做任何承诺 就谈的时候没有任何承诺 如果说我承诺让你选 或是你承诺让我选 或是承认什么 合作搭档一起选 这个都没有任何承诺 没有任何承诺 但是对于两个人 最终决定谁出来 嗯 是私底下是有方案在处理 到最后怎么 用什么样的模式去决定谁出来 排列组合 是有这样的方案 两个人 就我们两个人谁要出来 郭跟王之间 对他们有一个 就等于说决定的模式 按照这个模式走到最后的时候 谁出来选 决定 那个模式是什么 我听到的是有两种模式 但具体的状态 当然有一个是大家都可以猜得到 因为你总有一个科据数据 我出来了 民调士 民调士其中一个模式 民调 当然你听到就是说 另外一个他们就不讲了 然后你看到的就是说 他们在底下讨论的时候 只有郭跟王谁出来 并没有科 没有科 没有科 没有科这个问题 换言之 这三方的合作意向里面 科 是不在 基本上不在选总统的选项内 不在选总统 所以接下来 大概 隔一段时间 郭科王 应该会约 三方一起会谈 不再是交错会谈 隔一段时间 要隔一段时间 会去约三个人一起会谈 那应该很快 大概八月下旬到八月底吧 他会进行一个三方碰面的会谈 因为各自交错的意向都清楚 但是你还是要合起来谈 谈什么 谈最基本的就是 第一个问题叫做角色扮演 就是谁选 另外两个人扮演什么角色 如果这个角色扮演可以谈得好 那接下来就是谁选以后 这一个合作里面的竞选组织团队 是怎么组 然后对社会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那当然郭一回来以后 郭的态度是非常积极 他在重整团队过程当中 未来的空战广告 都已经敲定有什么负责 如果你不选你怎么还会有广告呢 还有什么呢 所以你看郭台铭的动作 其实都在一直走 那王金明对于合作也不排斥了 那当然柯是最急的 其实郭急 柯更急 所以柯就一直在挖挖 当然里面这三个人不是正三角形 绝对不是正三角形的关系 因为郭跟王的距离比较近 这两个人对柯的距离比较远 而且郭跟王是有信任基础 这两个人对柯是没有过过 是基本上不存在信任基础 那包括最近的新闻一直陆陆续续曝光 那当然大家都三方里面 当然有两方就认为这个消息 似乎是有另外一方刻意放出来 所以多多少少也都有一点防御的心态存在 防御心态 所以这个合作到最后 已经不是讲互信 是讲互相的利益 是不是可以获得 彼此都获得利益而结合 现在已经不是谈说三方有什么信任 郭跟王有 跟柯不是这个问题 那我请教政委员 我那天看你的脸书下了 柯文哲怎么这样 我会很惊讶 受宠若惊 他说你台大土木系的你要有良心 所以他才要听我的 第三航下怎么会乱说 他说第三航下去感觉什么贪污 总统蔡英文旁边都是贪污的人 第三航下根本没有发包怎么贪污 第三航下其实纯粹是工程管理的问题 当初设计得太漂亮 然后那个挑高 那个地上要挑高到几十米这样 灯嘛 包含那些 我们在看那个航班资讯 全部都掉下来 不要说你现在做不做得到 以后也难维修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 那个顺利发包出去 大家会怕说我做得到 算都留标就对了 对都留标 那留标哪有贪污 都不能标到贪污 所以他就是道听途说 乱扣帽子 所以柯文哲有时候就变成说 他可能聪明 可是他对很多事情是不求甚解 他在讲那些案子 包含说庆腹案 庆腹案也不是贪污案 对不对 庆腹案是他得标的船 所以柯文哲的状况就是 我只是提醒他说 这些案子不是在说的 不要乱听 提醒他一下 那我想真的 我没有想到说 他记者会要keep up 亲自回应我 你觉得也算吗 我认为 我本来一直认为说 他是有在准备 所以做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就乱开床 包括去罵蔡英文 罵什么 多贪污 但是最后骂到我的时候 我判断是真的就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小咖 我这个人为言轻 我脸书写一写 上面还著名说我不受访 我只是提醒一下说 这个我了解 我不知道 如果要选总统的人 哪有大咖上市对下市 对我这样 那么小咖的立委 在那边对我指指点点 所以我判断是说 他主党可能就真的是要拼国会 拜托人家 然后大概他不选总统 不太像是一个要选总统的样子 他如果真的要选总统 其实是每天指的那个大咖 那他看起来就是 目前目标 你觉得他不选 我觉得他是往不选的方向走 是 郭王柯会结盟 这个我讲一下 就是说我的判断 王院长跟郭台铭不会脱党 所以刚刚讲到民调 我是觉得第二步 不会脱党 我觉得不会脱党才能选 这是我认为 我都是善意在解释 他们其他政党的竞争对手 但他们有两个调 第一个他们等的是什么 不退党等韩调 如果韩不调不换韩 那当然就等民调 他们现在的判断 因为韩国瑜的状况其实是 韩国瑜的民调调 并不是郭台铭骂他 是其他人在讲他 跟他自己施政 跟他自己的表现有问题 所以跟郭台铭无关 所以他过去四年前有换柱 那如果韩国瑜真的不行 为什么不能换韩 我认为他们在等的 包含王院长所讲的说 他什么时候说 他一定参选到底这些 都是说他的初选还没开始 对郭台铭他初选百叠离 国民党我也不觉得 他初选的民调有作弊 可是输了14到17%的 你怎么去对这个耿耿于怀 也很奇怪 所以他们还在等说 万一韩国瑜要换掉 我总是第一名 不管是郭还是王 这个比较合理 所以现在去跟他谈结盟 甚至是离开国民党 对他们这种 这么忠贞的国民党员来说 甚至郭台铭 还是人家为了让他有参选资格 还搬了一个荣誉 什么国民党给他 那说不过 但是以现在的状况你来看 你看韩国瑜的讲法 慢慢从他会胜选 而变成说败选的责任不在我 你去整合 你去整合 所以这是败向已成 对 你会觉得那个转变是这样 你会觉得我去世多好 背天正地上太空 宇宙之王这样子 现在他变成说 你们快去整合 不管是谁 责任不在我 你会觉得这个转变很妙 气氛上的转变 所以这对王来说 对郭来说 也不是一个不好的讯息 对不对 他持续施压 那可是我讲真的 这都是公开资讯 国民党要整合郭台铭 并不是那么难 王院长是几次 最近王院长的名叫 还后面一点 就一个也是姓蔡 就是蔡英明刚讲的 就是他们已经公开讲那么多次 即使都是台商 大小小小小小在这里 郭台铭对王宗的做法 在台湾这个状况 他是对中华民国不利 人被纏川总统 两个中国都讲得出来了 那你韩国瑜提名的国民党 不解决王宗这个问题 那是怎么办 其实如果你们现在真的能跟 那个王宗跟蔡英明做路线上面 跟做法上面的切割的话 郭台铭没有任何理由不帮忙 不回来 这很简单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做不到 你觉得要怎么缺割 我不知道 我跟旺宗是敌人 媒体自主了 你说一个政党跟媒体怎么缺割 你不可能深入 所以好那你看 那为什么郭台铭这么局内人 他也有有线电视 他难道会随便扣你们帽子吗 讲得那么白了 从上到下到发言人到刘宥彤 都讲那么白了 你们应该心智肚明 我必须不谈对你们不知道 整合要努力 第二个 乌党宇主席 掌理中审院说 全党一定要支持 而且对于韩国有不利的言论 我们全党都要去辩护 我这里要表白什么 这本来就是 总政党员该做的 你们应该是正思考 旺中集团对韩国瑜太有利的言论 已经变成对韩国瑜不利的言论 你们要去处理 没有说建权怎么他当然要去做思考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 国民党当然希望整合郭 可是我觉得那个频道 他那个意思是说 我给你剖 剖到我和我当事 就觉得你不会剖太过分吗 做成我困了吗 我觉得国民党都还是停留在情感面的勒索 为了当成团结 郭董一定不可以怎样怎样 就是党的价值跟路线 第二件事情就是那家媒体集团 那所以你们只要 凭绿队上 针对他提的这两点 去跟人家沟通嘛 就好了嘛 就不要也找连战 也找这个谁谁谁 每一个人都用情感去 讲的很有道理 问题就是对不散吧 连战 赵竹芬 郝龙斌 马英九 大家都出动了 都没用 那可是对于媒体的问题 能不能够处理 能不能够解决 我觉得也没有困难成这样 因为韩国瑜的反应是说 他都是朋友 他们是我好朋友 就嘛是因为好朋友 你也是我的朋友 郭台铭哥我是不是好朋友 当然这好朋友 一个是大哥 一个是小弟 选举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那为了大哥小弟 朋友你就 你就不要那么夸张了 你就跟你朋友 好歹告诫一声 麻烦一下收手 他们都已经清楚的告诉你 可是你韩国瑜 就没有在接收这个讯息 我们也被骂得很凶 我们也被骂 还好啦 跟郭台铭 郭台铭都是头版被骂的 而且在那家媒体集团里面 那个电视台 每天晚上就是连骂两小时 他们连蔡英文都不太骂 就没有兴趣骂蔡英文 就两小时都在骂 到现在为止都还在骂郭台铭 然后就直接 现在骂郭台铭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然后还直接叫韩国瑜说 开战啦 反正他也选不上啦 就直接战啦 打下去了 怎么战 韩国瑜战郭台铭喔 对啦 就这样子 节目这样子做 那你说 那你说郭台铭是要怎么样放下 要整合啦 要整合 所以要对症下药的整合啊 整不得啦 你就好歹让韩国瑜 跟他的好朋友 这家媒体集团 你们就好好的沟通一下 让更多的朋友 集合在你这个选举的队伍当中啊 否则选举啊 我看郭台铭去读的蔡英明 两个人不知道怎么 好来 这是绿党今天的民调 小英呢 这个跟韩国瑜对决 44.5对37.3 赢了7.2%喔 如果是这个跟郭台铭 还有韩国瑜 35.4 30.8 25.9 如果换成是这样 小英34.6 韩国瑜29.4 柯文哲跟郭台铭28.7 好 那如果是这样 小英34.3 韩国瑜29.7 然后 这三个呢 里面有三个呢 28.9 然后 最后 最后是 你支持 或不支持 郭台铭参选总统 所支持的42.8 所以不支持的50.8 义总 你怎么看 韩国瑜怎么会这样 越来越下 我先讲绿党这个民调 因为绿党有一个机构效应 民众听到绿党 所以绿党做出来 他偏高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另外 同一个礼拜也是做 蘋果也做民调 对 他三个多的情况下 如果是苹果日报的民调 是郭台铭这一组第一名 小英的话可能是二或三 这样 但不管是绿党做出来的民调 或是 苹果日报 他们这些机构做出来的民调 我们看到两个趋势 一个趋势就是 就是说 三强真的都蛮强的 三个多 真的就是 因为 你如果说两大一小的话 那个小的一定要被弃保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柯文哲实时不敢动兵的原因 因为他在之前怎么做 一个是20% 那在两大一小的情况下 柯文哲他如果出外选 他可能就 他可能就成为被弃保 所以他之前为什么实时不敢 虽然也许有动心歧念 但是他一直实时不敢动兵 一直到七八月开始 他发现他有新的盟军 就是可能也许郭台铭这个盟军 所以当柯國联盟 你看他那个民调 确实有拉起来 就是说 原本柯文哲的20% 他电脑又听不听 所以 现在扛起来就是说 不管哪个事都说出来 三强鼎立 三强鼎立就很难讲 到底谁会被弃保 现在还没到9月10月11月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韩国瑜 他真的有够弱 就是弱爆 我现在都有点同情他 你知道吗 我感觉韩国瑜你可以 从年初的这么强 已经是一股寒流 大家说多高到每天出来都要穿外套 你根本就说三强怎么又变弱了 不是 我的意思说 相较于韩国瑜之前的韩国瑜 我现在说的 三强是大家已经三角度 不是 相较于之前的 如果之前三角度的民调 我比较多的韩国瑜都45% 那个已经是很强 现在已经是肖王和纯 跟大家是三强点力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盈奈他怎么会落到这 当然大家已经讲过 他不管他个人的风格 他的团队 甚至说 现在在整合的关键时刻 他 我觉得他的态度有问题 你知道吗 一方面就是说 他还是跟蔡旺旺在那边 没来演去 郭董就讨厌这件事 你也不清楚去讲清楚 你的路线 然后另外呢 动不动就是透过这种放话的事情 有没有 我们都有跟郭董 我觉得那刘悠彤回音句最好笑 郭董又不用赖 郭董说以毒不回 人家说 也秘书的 就说刘悠彤说 郭董又不用赖 没有赖怎么会以毒不回 所以你在那边乱放这种消息 意思是说 跟大家讲说 他们现在有点在消费郭台铭 你这边就是说 你看我韩国瑜阵营 所有的国民党 用这么大的诚意 然后透过媒体的方式 因为真正你是有诚意的话 你是不会在媒体 通常都是我们已经 事成之后 我们才会在媒体上放消息 他是在透过各大媒体 然后不断的去想不到一定的虚意 就是说 我韩国瑜阵营 已经用了多少的力气 找了多少的人 然后都打了多少电话 然后都要跟郭台铭见面 而郭台铭阵营完全不理我们 然后还不断的就是跟我们 就是划清界限 打了六通电话 也写了简讯 对 他现在就是要形作一个 郭台铭是一个无情无义的 准备要背弃国民党 要伤害国民党 然后为了自己的小我 要牺牲掉整个中澳民国的道 你用这样的方式 说要跟人家谈 你这些郭正宜看在眼里 他们难道人家 郭董企业家 四十年企业家 他会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 所以我觉得你韩国瑜 真的行 你这个把戏玩到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说要怎么整合 所以其实 他们现在只是在演一场戏 我觉得韩正宜 他们只是在演一场戏 什么戏 他早就不想跟郭台铭合作 但是他们要演一场戏 就是说去不断的去行说说 你郭台铭背信忘义 好 你就是一个背骨 好 所以要把你打入冷宫 我已经真有生意了 对 所以他整个八月 他就是要不断的去用这种方式 不断的在媒体上去曝光 然后这个东西对韩粉有效 对国民党的一些支持者有效 他们现在其实就是 要让这些人知道说 你郭台铭就是要背弃我们 所以将来 一旦郭台铭出去选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国民党回来 所以他本来就是要气保郭台铭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不是笨蛋 看在那边来的 好嘞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 你知道什么 但以前有一个 昨天七夕情人节 以前有个电视节目最有名 叫我爱红娘 我爱红娘 红娘爱我 为您搭起友谊的桥梁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一座桥 硬啦 桥王金平 好嘞 这个王金平这个时候 他也浮现关键的角色 国民党过去怎么对王金平 也是同样 嗯 王金平在 选前年初的时候 民调的时候 七成民调 三成党员投票的时候 王金平是不是很认真去跑 对 对 结果你国民党如何对待 好 韩国瑜要算 马上就是要改全民调 王金平整个傻 王金平有没有讲说 不要这样子 不要破坏规律 有有有 有没有讲 有 就当时国民党吴敦毅主席 他们有没有跟王金平说什么 没有嘛 直接就是全民调 哈 现在王金平也让你们送 郭台铭也让你们送 郭台铭在全民调的时候 他们说修纳入索机民调 你有讲过 有 民进党有纳索机民调 那郭台铭希望纳索机民调 你党中有没有理他嘛 没有嘛 所以这些人都曾经跟国民党 就是把国民党真心当朋友 可是在这过程中 被国民党这样仍然对待 所以 现在有些人说 郭王两个 本来以前两个就是关公好兄弟 都姓关公的 重义气 重朋友 知道吗 又被国民党表 所以难怪我依附又说 郭王至少两个是不错 所以我觉得 你韩国瑜跟国民党 你过去的项客是谁 你仗着你在年初的时候 民调高 打遍天下无敌手 然后起心动面枪选总统 一开始可能还没有 看到凡粉在那边拱他的时候 市长就不干了 然后就开始准备要当总统 觉得他反正要稳赢了 民调那么高 怎么选到 好嘛 沦落到今天这个街头 不过我觉得他很认真 他们为了要让高雄 发大财再去赚命 韩国瑜的精华局长问 高雄怎么发大财 算命是说 你去中部找米勒活 来我们来看什么 看来高雄要干爱情摩天轮 真的让金发局长好头痛 接下来还加码再问高雄怎么发大财 去拜米勒活 去香菇那边 不知道一点点想回 去那南部发大财 你没听错 算命是给了高雄金发局长福和中 高雄发大财的建议是 去拜米勒活最好还要在中部 在台中吗 在中部 在中部 因为今天台湾的那个 九州飞行的群在中部 那你从那里去取材 回来我们高雄南部 就可以回到南部发大财 老师强调就是中部米勒活 那是他还是他 又或者是台中七层楼高的超大 金生米勒活 高雄金发局长来解答 从不同的观点 或许大家可以提出不同的 激发一些创意 总不能在这么多记者面前 问我的感情 也不能问我的家庭 局长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怎么让高雄发大财 大家都想问局长 怎么局长问起算命了 推动经济发展 必须要去问米勒活 那我觉得还不如去问五路财生 我们要比较准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佳 我觉得没有那么恰当 那我们市民的托付怎么办 这回不分蓝绿 就连有寒的议员邱雨萱 都看不下去 与其用发大财 这种空洞的口号 不如用实际规划 让高雄多达二十个商圈 面临网购时代 如何转型西克有解 否则别说拜米勒佛 如果不给具体振兴商圈的方案 就算搬出众神也很难说服市民 郑委员 你民政党现在中央这政务也认真 你会看人家为了发大财 还去赏名 感谢吗 感谢吗 又公开说 这比较厉害 可是其实韩国瑜是这样 就是说他为什么民调会掉 我刚刚有讲说也不是郭台铭罵他 或怎么样的 就是说他的高雄是 满意度是他的底 对 荒腔走板 然后铁板一块 对 然后西亚二岁八 所以他这个状况就变成说 韩国瑜其实没有变 是社会认为说我也给你那么多时间 给你机会了 你自己要资格 要做得好 他现在就已经无力回天了 这才是问题 我真的很意外说 他们的金发局长 把去问算命的时候 高雄的发大财 当作宣传的桥段你知道吗 结果人家会吐槽 不然你也先说一下 算命师要怎么样回答 这很妙 再看这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非常努力 因为潘恒旭 人家去访问他 他一身轻松的运动装束 索性连鞋子都不穿了 媒体请问你为什么不穿鞋 潘恒旭说接地气 来来 照片在这里 这是记者 中天中士 然后他穿运动服 然后呢 没有穿鞋子 但是是在高雄市政府里面 你今天接受媒体采访 竟然光脚不穿鞋 你为什么接地气 我觉得金发局长 真的一句话 不问苍生 问鬼神 你今天是要去了解 苍生 就是大家对经济的发展 有什么需求 去跟企业界 去跟当地老百姓 去问说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你怎么又问鬼神 你就去问那个算命 算命能告诉你什么呢 那现在高雄市政府 应该要赶快去找台中弥勒佛 尋佛启示 然后去拿香灰 然后韩国瑜也弄个香灰 挂在脖子上面 每个局处所长都挂一个香灰 发大财 发大财 不是这个 我觉得你一个金发局长 你其实怎么会 你说潘恒旭 他可能是推广那个算命街 那潘恒旭去也就罢了 他本来就很有娱乐性 你就赤脚去 这边走来走去也OK 可是你金发局长是很专业的 的一个局长 而且是大家都要看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落实 这个韩国瑜的 或出去人进来的政策 特别是现在自由行不来 你自由行不来的 你韩国瑜有没有什么方法 因为你韩国瑜的人进来 其实你基本上就是中国客 那现在你要嘛 你就赶快飞去北京 去跟这个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说 可不可以我们高雄有个特区 我们高雄路客直到高雄来 其他县市不要去 那这样我觉得你 你至少有做法嘛 你看那个小三通 本来那个中国 这是这个自由行 也把金门纳进去 所以金门的县长 娘政务很紧张 他说我要趕快去跟这个 趕快去跟这个国台办协调 要去跟这个福建 福建省政府协调 他担心了 他觉得被这个拖累下去了 因为我们知道小三通里面 百分之七十是路客 所以他们很紧张 特别是自由行 所以你看韩国瑜 你或者你的金发局局长 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别的方法 或者我们下去拓展 东南亚的自由行 都没有嘛 然后继续算命 然后去寻台中 我用弥勒佛来帮你解决 这什么逻辑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觉得很多逻辑 我觉得都很怪 例如说 那个吴敦仪说 哎呀我每个 我当党主席 每个月都要借贷三千万 他说我无怨无悔 这个党主席 有什么好战略的呢 有什么好享受的呢 想到好可怜 那你干嘛要去修这个党章 说谁当总统 不可以当党主席 你当初修这个党章 就是因为你怕韩国瑜 当上总统之后 韩国瑜抢了你党主席嘛 不然你修这个要干嘛 你这个条文不需要修嘛 有 那既然这个党主席 这么差 这么难 你干嘛 你干嘛还要 不要让韩国瑜做 就让韩国瑜做啊 对不对 这是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大这种政治算计 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没有人知道 李吴敦仪有这种讲法 谁相信你讲的话是真话 来 郁仲 也要腾开 嘿嘿嘿嘿嘿 接地气 接地气 你用摸一下 是啊 没有啊 我觉得 他是想很处理的人 是说潘恒旭 对 咱从老师说 那就有喜感了 但是我本来听到他说 他穿赤脚 想說是因為可能是落大雨 沒有啦 這幾天都沒有啊 我以為 我想說是落大雨 各位有換小雨 我之前聽到新聞是說 我想說 應該是高雄下大雨 潘市長 潘局長想說 這樣子脫脫穿脫不方便 那這樣穿四腳就還合理嘛 但是剛剛看到畫面 他在高雄市建屋裡面 他已經是完全沒有雨的地方 他要... 那我只能說 各位都不夠接地氣 不怪 所以在韓國瑜陣營裡面 你們都不是樹民 人家說樹民是個心態 是要以身是當作樹民 所以你們這些人 你們這樣整個攝影棚 你們都不是樹民 所以對他的正義來講 他們才是真正的樹民 所以我是建議 你韓國瑜 連鋼也是穿一個這樣 四腳 我好怕這樣 沒有 這就是真正的接地氣 跟大地走在一起 那我就是在他辦公室是不是 對 就是反正好啦 騰車咧 不是說騰車咧不行 不是說不行 但是... 從他們的角度 他認為說這樣子才能跟民眾站在一起 所以我說那個是心態的 以後高雄市公務員 上班全部都不能打刺腳 大家都... 都接氣氣嘛 我覺得這種做法也太over了啦 就讓人家覺得根本就是... 感覺上是心態上... 對就是... 高雄的貨還沒有出去 人先貨出去啦 對... 大家都這樣... 我破出去啦 沒有 接地氣不是代表腳跟土地接... 那個... 接觸 接地氣是你真的了解民謀 然後去施政 這個才叫接地氣 好... 來... 那我們再看一下 韓國瑜現在很重視 外面對他說他身體壞 好... 很嚴重 對 韓市長說啊 不少名嘴跟政治人物都抱他健康亮紅燈 韓國瑜在新聞伸喉嚨說 表示下一次應該會被說成小便尿道皮鞋上 而且以前尿很遠 可以穿越中央山脈 韓國瑜說 那七月爬速的時候明明就... 被形容成靈活到跟猴子沒兩樣 怎麼現在又被說肝有問題 喝酒喝壞身子 視力有問題 其實這都是黑韓產業鏈在作稅 認為有名嘴是拿了錢 哦... 是誰啊 才要黑他 這個產業鏈就跟直銷一樣 越黑賺越多 這令他感覺台灣的民族很窝囊 很可憐 來來來 那請教一下石琪 他為什麼會這麼在乎這個 我覺得他現在有一些情況是 他容不得任何對他有一些負面的不利 就你待機位是你的趙索伯哦 對 就是他覺得任何對他有一些沒有那麼吹捧的 通通都叫做黑韓產業 就是他在過去這半年的時間裡面大概也被吹捧得差不多 所以他也習慣那樣子的溫度環境啦 所以任何一點質疑哇跳起來 可是為什麼人家會有這種質疑 其實是看你的表現嘛 就是你的確拿個酒杯在那邊做直播 你的確有的時候這個行程一改再改或者是delay或者是不見待取消 這些累積起來讓大家不得不覺得說你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因為否則不會有一個政治人物跟你一樣的 每個人都拚了命的在跑行程 只有你 譬如說他去高一的行程 本來不去後來又要去後來又不去 就是你改了幾次嘛 就是為什麼會造成這個樣子呢 所以是你的行為造成大家會 會懷疑說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那如果你身體有狀況 可能我們也不會這麼的苛責你啊 就喔那你多休息好不好 就在家睡覺 那所以我覺得他是 我跟他講 不好意思啊 我跟他講就是口水 我又不知道你身體好不好 你一直講你很好 別人認為你很不好 要叫你戒酒的是你們的人 但是你不要苛責他 就是他 我不苛責 他除了政治口水你覺得他要講什麼 他也很難講認真的話 不是 如果說你要講說告訴大家 我身體好得很 你就把健康檢查報告給大家看嘛 這樣就算了 點點 我身高175 我體重60 類似這樣 我的肝 健康到這樣 沒有含分肝就沒有 對不對 我連攝護線腫大都沒有 對不對 我的膽固醇多少 這不就解決了嗎 對 這其實是一個方法 因為畢竟總統的身體 關乎到國家的健康 就是我們總統都會每一年都會要 固定要間諜 那你如果選總統的過程當中 讓人有這樣的疑慮的時候 你倒不如直接就開成布公 告訴他說 這一塊你們就不用擔心了 我們好好的來做別塊好不好 是是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我們來先休息一下 提滿要嘛就是要贏 要嘛就是要給別人輸 來 我們來看 那我比較沒記憶 這個本來就是 要征戰天下的決心 所以一定提滿是30時期 阻擋後第一戰 2020進軍國會搶席 一次柯P喊要提就提專業人士 提名策略毫不手軟 大部分還是專業 我希望我們這個 一開始這還是一個專業的政黨 這種系列 為什麼說這專業人士 不分區是主力 區域反而是 就是盡力而為 全力拼不分區 但要找齊34席票的名單 談何容易 柯文哲口中的專業人士 鎖定誰 傳出柯振營先從認識的找起 已經找上前獨發局長林舟銘 不分區立委這個事情 的確不是我的專長 我其實不認為 我適合做一個監督行政的人 我很適合做一個政策推動者 曾因拒彈案跟柯文哲有衝突 林舟銘直接回絕 網路上呼聲最高 具有吸票能力的 台北市勞動局長賴湘林 第一時間也回應想都沒想過 唐諾首長極度行 放眼柯文哲身邊幕僚呢 未來的事情就樂觀啟程 學姐黃靖寅高知名度 卻被質疑歷練不足 陳批柯家軍戰袍的陳思雨 落選後沉疾好一段時間 兩人似乎意願都不高 唯獨有科立委親民黨陳一傑 倒是悄悄把logo改成 跟柯文哲一樣顏色 但也就那麼一位 人才短缺到底要怎麼湊 34位專業人士 資源回收是好事 柯文哲難得要做一件 對社會正面的就是要資源回收 要加入柯陣營的 如果曾經是政治工作者失敗過的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有他們的 政治第二春只是很可惜的 他們的政治第二春如果來跟柯文哲 我覺得他們會鎖脫非人 柯文哲搶進2020國會大選宣言很霸氣 但騎手勢找人才卻捉盡見走 到底能組出什麼名單 現在各界都在看 國民黨的中常委姚江林說 郭台銘只看到他那天黨成立大會 那種曾經有選舉失敗過的這些 也許他會把它擺在分區的名單 就是說你分區你去選 區域你去選 區域你去選 區域你去找柯文哲 自己交三天 讓你去撒卡住 去撒卡住看看 甚至把人家拉下來也可以 所以這種所謂曾經有選舉的 這種經驗的這些 應該都是擺在分區 那他的不分區他會選 一定是所謂的比較小清新名單 小清新的就是說 都是一些 可能各行各業表現不錯的素人 當然前幾名一定會排知名的 你比如說隱學姐黃靖瑩這種 他的政敵系也許就會擺在安全名單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整個名單34個打開來 至少他列出一個名單就是說 他找了一些各行各業素人優秀的人才 看得漂亮了 所以我說不要小看他 雖然我不認為他那個不分區 可以 之前綠黨做過一個民調說 他有九八的實力嘛 然後我覺得差不多緊繃 可能會有三四席 我覺得大概會有三席 是可以至少他未來在國位 三席不分區哦 會有一個國位的黨團 最少有一個黨團 至於那這個未來就有影響力了 三席也不會 他就黨團也不會 所以黨團實際上就在裡面了 所以說對於來說 這個這一筆交易 或者是說組這個黨 其實他沒有損心 你看彤仲彥跟李宛宇的是不是 他們可能就是在那個分區 分區啦 我也是埃及民的 但是我說想要幾進不分區不太可能 我跟他講 這種就是說 你如果說 因為婉鈺節 他有怕什麼在鼠林算 那柯文哲 他可以說 那我去幫你站台 我幫你支援 那你如果說阿東的 阿東說要在中正萬華再戰的話 那也許柯家軍 他也有許利性意願在那裡 那我幫你站台 所以 但是柯文哲 他也有人說 有些名單 他說他也要自己再審查看看 這個東西有時候就是說 友情這個東西 如果是我 我會比較重視友情這件事情 你說阿東 當初怎麼幫你聽的 阿東 台灣同仲宴 你如果看完這樣 你就是一個新的政黨 你把阿東畫在圓 就是把他畫出去的話 我會覺得說 在人情道義上 會有點說不過去 這樣喔 我跟他聽哨阿東 李婉鈺 一樣啊 你也聽哨李婉鈺 我認為就是說 如果曾經過去有幫忙 有試著朋友的話 這個時候 更應該要雪中送炭 對啦 這樣喔 明昇你覺得 用阿東跟李婉鈺好嗎 柯文哲要自己決定啦 我們如果放柯文哲 確實會有 會有受到影響啦 那麼 負面影響會比較 有人在抗議的 影響那麼大 放在區域可能會 我認同意中的看法 那部分區的部分 我認為說 甚至會三席起跳啦 你如果說9%到10% 可憐反省有到五席 你有看到他的黨章黨章嗎 明昇一天下出來而已 對啊 所以是比較倉促 我們不管怎樣 你10%來說 柯文哲100萬票有嗎 有啦 你如果100萬票一票 政黨票補足50耶 四年裡面 一年就補足五千萬 民眾黨就成立了 對 基金運作 雖然是說柔性政黨 不用繳黨費 可是至少運作基金都有啊 我覺得未來生存沒有問題啦 而且 不只100萬票 最少啦 最少啦 所以五千萬有嘛 一票五十啊 所以未來的所有軍費 他還甚至不用扣募款 未來都可以活得好好的啊 所以 我覺得對戰爲黨來講 不能說阿翁唱衰 他就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都自服啦 至少說我覺得都是戰爲黨嘛 他 柯文哲在成立那個黨完之後 他接受那個邱明玉的訪問 他有一句話講的 我覺得我們要特別關注 其實我聽得有點毛骨悚然 他說呢 2020年立委選戰 不分區是主力啦 區域反而是盡力而為 所以他主要是不分區 但是這個盡力而為 他說一個是找有機會上的 另外一種是 看他要給誰落選的 他一直就說 我城市不足 我敗事有餘 那他要針對誰 例如說 這個因為我們知道 立法委員是小選區制嘛 就只能一個當選嘛 所以今天如果說是國民黨的提名了 民進黨也提名了 那我 我覺得 我也提名一個 那待會我們知道 目前來講 大家還認為 可能柯文哲吸到的票 有一部分是綠的票 我就是要讓民進黨落選 我就是要報仇 但我要看這個民進黨的人 是不是 我我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是新潮流 那抱歉 我一定好好的找一個強棒來 哇那鄭玉鵬是新潮流呢 對啊 這也是一朋友要小心啊 就是他可能就要找一個人 就說這個人 我就是 說來就像神風特工隊 我抱著炸彈 我跟你一起 一起完蛋 反正我 我犧牲哪無所謂 我本來就沒有想贏 那我 但是你民進黨你輸不起啊 所以這個 他現在要玩這一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人都說 他這個什麼 什麼 什麼中央 中央委員 中央評議委員 大家都 都不認識 在這邊不好意思 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現在也不容易做 名單還沒有完全出來嘛 對不對 這是中評委五人 市府顧問蔡碧如的秘書 叫蔡毅倫 新北市媽祖慈善會的理事長 叫賴政榮 退休教授叫楊行昌 竹科工程師賴俊明 台藝大廣電系的教授賴翔衛 被稱為鴻美大將 對 除了賴翔衛比較有名之外 那蔡依倫根本就是 蔡碧如的秘書嘛 那另外什麼 退休教授 退休教授 哇一大堆耶 我想不知道為什麼 要他是以退休教授 為標準 那誰都可以參加嘛 那你看為什麼他找的這些人 都是好像沒有什麼社會 聲望的人 我覺得 好控制 對 因為你們不可能跟我 跟我相提並論嘛 你們這些人 一個你們沒有政治行情 你們也沒有社會影響力 那到時候聽誰的 就是聽我的嘛 所以他其實很多人說 你怎麼都沒有 他為什麼都沒有什麼亮點 沒有什麼明星 他就是不要有亮點 也不要有明星嘛 有亮點有明星 就我的亮點就被你分掉了嘛 整個這個台灣民眾黨 事實上只有一個亮點 就是誰 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 所以你們這些 中評委啊 中央委也說的難聽就是橡皮圖章 你們就是幫我蓋章的 喔 表決 好 通過 表決 通過 就是這樣嘛 對 所以這個政黨不是一個所謂的民主政黨 它是一個 以柯文哲 他的價值 他的立場 唯一核心的一個政黨 再給大家看到 中央委員四人 南台灣觀光產業聯盟 總召林富南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張藝善 這個也是挺旺中的媒體的大將 對 這個是民進黨 一個挺旺中的一個民進黨 長期的幕僚 然後前微保電信總經理周中奇 還有建築師黃韻為 來 我對於這個政黨 你說 剛才老師說 反正是柯文哲的意志 我覺得 我跟他有點落差 因為我在黨務系統比較久 對 那我一直很好奇的說 一個柔性政黨 為什麼要有中評委 為什麼要有中評會 那柔性政黨是什麼 他都說 你其他政黨不要那麼小氣 小心胸是誰 兩個政黨也沒關係 的確 我們互相不會查核資料 兩個政黨的確不違法 但是一個新成立的政黨 大家知道他現在黨員 在怎麼找 還在拉想的 那中評委是什麼 是做紀律處分 你連候選人還沒有出來 黨員要怎麼找也不知道 怎麼會有處分的問題 那中評委 其實對每個政黨來說 都很重要 在民進黨裡面 我們常常有些處分案 處分如果不如社會預期間 這黨 你說我們包袱很重 國民黨也是一樣 在中國共產黨裡面 他是要中紀委 那處理的也不得了 其實就是政黨的法院 一個還沒有制度 沒有人的政黨 為什麼要法院 其實他裡面擺什麼 他就很明確的訊息 就告訴你說 我這些不是擺聲擺喉 或沒有影響力 都是我柯文哲 不是 他就告訴你說 我的民眾黨的法院 是由這些人組成 那這些人裡面 就有做黨對風的代表 他什麼反旺中 那個紅媒代表 每天都是在推廣 那個兩岸統一的這種人 以來就是代表 發官還是這樣 你敢說 所以你說沒有那麼簡單 他社中評委 一開始就是我認為是亮點 壞 為什麼 那翔衛就是賴翔衛 他真的發官 他要處分誰 為什麼不是柯文哲 你黨主席 大家拍手通過 你來主題 沒有人是要處分誰 是 社中評委本身就有很高的紀律意義 跟政治意義 那中評委先擺了這些人 那意義就更重大了 所以大家要看說一個政黨 以後大家認為他會有 不分區的立委政黨 為什麼要這樣去設定 那再來 剛才說那個 剛才范老師說的 要區議立委要讓人落選 這個我覺得 我一聽我也覺得怪怪 要參選就是一定要當選嘛 那講白的也好 但是他害死了以後 台灣民眾黨要參選 區議立委的所有候選人 人們都說 你這次要怎麼選 你自己沒有要當選 你自己沒有要當選 人家怎麼選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你是來壞事的 多厲害啦 不然你就找一對一嘛 一對一不是你當選 就我當選 那我覺得這個 沒有這種問題 對 三個以上的參選人 人家就會認為 你柯文哲派來的人 是來錄選的 要給他創侯的 對 這個對他的候選人 很不公平 對他黨的形象也不好 可是他就是這種人 求婚嘛 既恨嘛 就是以對立跟仇恨 出發點 這個對他沒有好處 所以我補充 包套了台灣民眾黨 這個名字 補充 其實跟我剛剛講的是一樣 就是說 中央委員 其實這幾個委員就是 橡皮圖章啦 對 另外中央批議委員 就是他開的衙門 未來黨紀 所以他說什麼 形堂啦 什麼柔性政黨 其實我不覺得他是柔性政黨 所以他如果柔性政黨 為什麼 就沒有中評委 就要中評委 其實你看說 他這個制度其實 還是所謂 我們說叫這種 剛性政黨 剛性政黨 列寧市政黨 我不知道 國民黨的系統 什麼中評委 什麼中常會 是學誰的 是學共產黨 是學蘇聯的 對 我們叫列寧市政黨 大家還不信呢 民進黨成立了也學了這一套 那現在柯文哲也學這一套 但是民進黨他至少 他還是剛性政黨 所謂剛性政黨 是我要有嚴明的黨紀 柔性政黨是沒有黨紀的 來去自如 所以為什麼要成立中評委 很奇怪嘛 好 那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嚴清標嚴章做嚴寬恆 他現在做立委 他的對手 這邊選舉的對手 是陳柏惟 台灣基進黨的發言人陳柏惟 然後呢 這個嚴寬恆就選陳柏惟說 要阻止高雄市長 韓國瑜當市長 因為陳柏惟一直在發動罷免 他為什麼你不去選總統啊 嚴寬恆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去選總統啊 34歲的陳柏惟回嗆說 竟然不知道選總統要年滿40歲 讓網友大笑表示 不怕你被做成削撥塊嗎 陳柏惟 然後我覺得留言最好笑 網友留言說 你不怕被做成削撥塊嗎 彪哥最近好像在賣水餃喔 我們懷念你啊 你覺得你會是玉米還是高麗菜口味 五分鐘後你還沒回我的文章 我就報案喔 我就報身中的口罩 務必注意人身安全啊 在這串留言之後 會不會被削撥塊啊 衣總 看了有什麼感想 這網友真的有趣 就是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削撥塊就是這個啊 他們在諷刺岩家啦 就是說 諷刺岩家有過去有黑色的背景 你如果跟他嗆岩家 對 那種動作的超撥塊 那種台這樣 其實他一直在諷刺 對 然後用銀河的標高水分 開水餃店嘛 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香港港幣 有一個人肉叉燒包 黃秋生燕的嘛 跟那些人肉做這個叉燒包做嘛 所以剛剛那些網友在 封釋說 你是在高麗菜口味還是幾年 對啦 所以我剛剛覺得很好笑 就是說如果你有看過那個人肉叉燒包 也知道這些來龍區不 你感覺很傻味 是是 但當然那只是開開玩笑啦 其實顏寬文也有講啦 就是說 也歡迎你來算這樣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政治有時候 也不用把他看那麼嚴肅 就像網友這樣哭笑笑的 顏寬文其實表現也不錯啦 他也是笑音笑味 就不可能真的把動作的小撥塊給他帶 不可能 所以我剛剛覺得很好笑 就是說如果你有看過那個人肉叉燒包 也知道這些來龍區不 你感覺很傻味 是是 但當然那只是開開玩笑啦 其實顏寬文也有講啦 就是說 也歡迎你來算這樣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政治有時候 也不用把他看那麼嚴肅 就像網友這樣哭笑笑的 顏寬文其實表現也不錯啦 他也是笑容笑容 做不可能真的把動作的小撥塊給他帶 不可能 顏寬文自己也蠻好笑的 他自己還做那個紀念品 他選舉的時候做小撥塊禮物 因為他網友就是 就是諷刺他們家是黑黑色的嘛 顏寬文也是自癒癒的 自己做小撥塊這樣送人 所以我覺得 不怪像顏寬文在他們一邊 又是很強就是這樣 因為他知道人家 是怎麼看待他們家 但是他把這個東西換成是說 借利使利 借利使利 然後我們是做選民服務 你有需要 你來跟我們倒三個 有無事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顏寬文 可以在那邊生存得很好 我覺得這太幽默感了 陳柏惟其實也蠻有意思的 他知道網友這樣留言 他自己也苦手了一張賣水餃 然後用自己的照片 就是高麗菜口味跟豬肉口味的 人肉擦手包 對 就是說我覺得還蠻有創意的 畢竟他們都是年輕人 那陳柏惟我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戰鬥力還蠻強的人 他願意去挑戰那種地方派系 很辛苦 但是他願意跳入一個地方派系的 這個場域裡面去跟人家 這個打鬥一番 我覺得勇氣可嘉的年輕人 最後是王津平今天承認說 他已經衝口說要跟韓國瑜見面 那韓國瑜 他說他要送韓國瑜八個字 叫做精誠所至 精時為開 欸 柳兄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他重點還是郭台銘的問題 對啦 為什麼要送他這四八二 送他這個八個字 就叫他對郭台銘繼續努力吧 我覺得當然啦就是說 王津平基本上他有幾個人 他是很難以去做太明確拒絕的人 譬如說連戰就是起義 所以當時傳出來說什麼 要約見面王津平拒絕 其實當時並不是拒絕 當時是說 現階段他有另外的行程 要見面的話可以推遲一點 推遲一點 因為他跟連戰的交情也是非比尋常 所以連戰開口 有些時候王津平該給連戰的面子 要給了 但是見完面你說